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 一个人如果他是无神论,到底他能不能生存 什么是无神论?无神论就是说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信仰 我不相信鬼神这个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到底你想不相信有轮回 你想不相信佛教或者基督教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只要你做任何事情,不要伤害到别人 不要钻牛角尖 那么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不需要说因为你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宗教信仰 可能你又是哪个宗教信仰排斥那个人 就是因为你会看到什么他们会说 可能我比如说A的宗教信仰跟B的宗教信仰不合 甚至会打架,会会去伤害那个宗教,不同宗教的人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关系 我们在一个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 我们要,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尊敬的,尊敬跟我们不同的人 不同看法的人嘛 你到底是不是无神论 或者是你是有什么宗教信仰其实都OK的 我们不要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这只是我们人生的其中一个小小的事情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的 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去因为你是无神论 你就被别人看得好像看到妖怪这样 这个就是我本身对这个无神论的这个看法吧 如果说他真的没有宗教信仰,他也没有问题 只要他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别人 然后 就好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么这么的简单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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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爸爸